剛剛這場比賽我們一開始打得很順 然後6-2 4-1領先 結果就失誤了一兩顆球以後 就是那個情緒跟那個氛圍就有一點盪下來 就讓對手的機會可以再把比分拉近 所以我覺得我們下一場要盡量的保持那個氣氛 就是不要就是失誤一兩個也要繼續保持那個狀態 其實最後我們兩個基本上沒有太多的講話 就是比較偏眼神的交流 因為怕彼此一些無心的說出來可能只是為彼此好的加油 但是會造成對方的壓力 所以因為剛好我們兩個其實心臟算大顆啦 對所以還好有頂住壓力然後可以逆轉這樣 也沒有特別 因為早上就其實狀況蠻不樂觀的 我的腰 其實他在腰傷之前我們兩個就有聊過 然後我就說我們兩個就盡力打就好 就是現在只是拚獎牌的顏色而已 就是不要讓自己受傷這樣 對 很開心啊 對啊很開心 可以再突破自己 加雞腿 今天的比賽其實一開始下去前面的四五局其實還蠻糾結的 然後對手一下強其實是蠻強勢的 尤其是今天站在一區比較高的那位對手 其實我們在之前都沒有看過他 然後也沒有跟他打過 所以對他比較不熟悉 可是他今天在爆發力還有戰術的處理執行方面 其實他都執行得很好 跟他的打掌配合得很好 那所以我們也是在前面的第二局發球局就先被對方給破了 那還好我們在第四局就是對方的第二個發球局也破回來 然後在後面再慢慢的去找他們的漏洞跟一些弱點 然後持續的去執行 然後就穩穩的把第一盤給拿下 那第二盤也是繼續執行 然後讓對方的信心稍微沒有這麼的足夠的情況下 然後再去順利的把第二盤拿起來 希望一起進 對對這本來就是我們最大的希望 然後今天其實他們在打的時候 我們不能坐在看台幫他們加油 因為我們就是接著他們的比賽要一邊熱身 然後我們就躲在健身房 然後開小窗戶看他們比賽 然後他們贏我們就很高興 然後他們在對方賽末點的時候 我們其實很緊張 然後後來還好他們就是挽回了兩個賽末點 然後最後贏了我們真的非常開心 然後所以他們一打完之後 很聽到他們開心的同時 我們也告訴我們自己 我們這場一定要好好打贏 然後也能夠進到決賽 然後希望就是兩組可以在決賽碰頭 那很開心就是我們雙方都做到了 對真的就沒有想到不知不覺 現在就已經第五屆了 其實很開心 而且也是很榮幸 因為國家隊的比賽確實 確實打起來跟職業賽是不一樣的 然後大家對我們的期待 然後我們所面臨的壓力 各方面種種 其實我們越想要做好 其實壓力是越大 所以怎麼樣在這樣子的比賽裡面 去轉換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從壓力轉換成動力 其實是我們一直以來打國家隊的功課 那其實這也都是所謂甜蜜的負擔 所以也很謝謝大家為我們加油 然後希望就是接下來中華隊 所有項目都能夠有很好的表現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